桃園地区严格实施戴口罩 现在进一步扩及到全国 陈时中表示包含了运动 唱歌拍照还有直播 录影主持报导致辞 还有演讲讲课等谈话性质工作 或者是活动重视拍摄或进行的时候 恢复为需戴口罩 从明天起到2月7号到过年后 那我们人人是维持二级警戒 是有一些的措施 本来在北北基陶 北北基这边北北陶这边在做的 扩大到全国来 口罩这方面就跟原来是一样 全国都要这样子来做 换句话说 少数例外的情况下 外出全程佩戴口罩 那就是像运动唱歌拍照直播录影 这些相关都是要戴口罩的 那在公共场域交通运输 应该严格遵守失联事量体温 环境消毒 员工的健康管理 确诊事件的及时应变 那高铁台铁公路客运船舶 固定 除了在固定舱饮区之外 那国内的班机于运具内 就是车厢传播航空器内 禁制饮食